詞曲 李宗盛 詞 曲 李宗盛 這兩天有人問我說有沒有辛浪博客 我跟我的太太我們兩個一起做了一個辛浪博客 叫詩文然後給蘇正 詩文是我的筆名 蘇正是她的筆名 我們兩個一起經營 所以叫詩文蘇正 各位如果到辛浪博客去看我們每一天發的文章 我們每一天都會發一兩段的新的一些信息 140個字的辛浪博客的信息 那也有許多人問說可不可以看 聽到我的獎章 那各位到海外校園的總網站 海外校園的總網站 很簡單oc.org 那邊目前已經放上去我講教會歷史了 就是中國教會歷史跟西方教會歷史的 兩個錄像帶的內容錄影都在裡面 那我個人的講道呢 最近已經錄了大概幾十卷 幾十堂的證要放上去 立刻大概在一兩個禮拜就可以放上去 就是這些講道的內容 那海外校園也有辛浪博客 各位如果你在國內的朋友 他們收不到海外校園 因為紙張版的可能收不到 但是他們可以到辛浪博客上去看 在辛浪博客可以看到全部的文章 那辛浪博客呢 我們不是用一起一起的 而是按照分類的 比如說這一集 關於見證類的 關於信仰類的 關於科學方面的 關於進化論的 關於一些哲理方面的 這辛浪博客 各位也可以上去 那微信 我們許多的人 現在都使用微信 那海外校園呢 也有微信的 就是說你可以在你的 iPhone或者Android 那麼就是 把這個微信的帳號打上去 你就每一天可以收到 一兩篇海外校園 一些最精彩的文章 包括舉目雜誌的 包括其他的媒體的 那最近這幾年 因為海外校園 要與時俱進 所以我們除了紙張板以外 我們也有聖經的課程 神學課程 都可以在網路上看的 有信仰問答 叫做愛問網 也可以在手機上 就可以看得到的 那也有關於 思想文化信仰 比較長的 比較深的文章的 那個叫愛看網 那各位如果 你已經進入網路世界 已經無法自拔的話 那麼 你就可以到海外校園的 總網站去 那邊的話 我們所有的網站 你都可以點擊 然後你就可以看到 好 這是順便 當然各位知道 因為有很多人問 問起這一方面 那如果是等一下 各位想說 你要進入微信 要進入海外校園的 博客的話 我這邊有二維碼 各位二維碼 各位可以來掃描 其實我們現在人這麼多的話 各位微信的話 那來搖搖搖 就可以 很多人可以搖進來 那現在呢 因為微信非常的普及 所以呢 用微信這個方式呢 海外校園雜誌 舉目雜誌 愛問網 我們有很多的文章 另外還有 針對90後的一些得救見證 就是我們國內90後的得救見證 我們也有微信的平臺 都可以看得到 我等一下放在前面 我們一起來禱告 天父感謝你人 感謝你讓我們在這宴會裡面 我們可以彼此認識 當我們彼此認識的時候 我們看到許多基督徒 他們生命的改變 因為他們認識了耶穌基督 因為他們回歸到天父的面前 因此我們的心意更新而變化 我們的世界觀 我們的價值觀 我們的人生觀 我們行事為人 有新生命的樣式 感謝你 你不是讓我們變得更好 而是讓我們成為新造的人 當我們成為新造的人以後 我們可以像好上馬利亞人一樣 看見我們的臨色 看見需要的人 我們動了慈心 因為我們曾經被你愛過 曾經蒙受這樣的恩典 我們也像約翰的兩個門徒一樣 我們有宗教的了解 或者有宗教的知識 但是我們要與你同住 主這幾天的時間 我們在這裡一起同住 我們一起同樣的討論 我們也一同來領受生命之恩 因為你今天早上這一堂時間 也再一次與我們同在 開我們的心 讓我們能夠認識你 因此認識自己 祷告奉奉耶穌的名 Amen 這一次的主題是耶穌問 每一次當耶穌問的時候 你如果面對他的問題 你的生命一定要有改變 當耶穌問的時候 他要你認識神 認識自己 認識你當作的 今天早上我們要一起來 看耶穌問的另外一個問題 是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那這是耶穌對一個婦人 他所問的問題 為什麼耶穌會問這個婦人 這個問題呢 我們一起來讀 約翰福音第八章 第一節到十二節 第八章第一節到十二節 我們一起讀來 於是個人都回家去了 耶穌卻往南南山去 清早又回到殿 眾百姓都到他那裡去 他就坐下教訓他們 文士和華麗塞 帶著一個行銀石被拿的婦人來 叫他站在當中 就對耶穌說 夫子這婦人是正行銀之時被拿的 不需在立法上吩咐我們 這樣的婦人用石頭拔死 你說該把他怎麼樣呢 他們說這話 來試看耶穌 要得著到他的旁邊 耶穌卻歪著腰 在石頭在地上踏置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 耶穌就擠起腰來 對他們說 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 父子就要來 對他們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 父子就要來 對他們說 婦人那些人在哪裡呢 沒有人定你的罪嗎 他說 耶穌又對眾人說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最後一節我們再讀一次來 耶穌又對眾人說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這一段聖經的背景呢 是在前一天 當耶穌剛剛在祝彭節的 最後一天的時候 像會眾宣告說 人若渴了 就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他講到說 我腹中有活水的漿河 要湧流出來 當時許多的人 他們不是身體上的渴 而是心靈裡面充滿了飢渴 因此耶穌說 人若渴了 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他說 我的腹中有活水的漿河 各位記得 也有過一個婦人來找耶穌 這是耶穌第四章 第四章的時候 有一個叫撒瑪利亞婦人 耶穌去找到她 在井邊找到她 因為中午的時候 她一個人出去打水 耶穌就問她說 你要水嗎 你要得到生命的活水嗎 我這裡有活水 生命的活水 耶穌不是告訴我們 你來找到一條 倫理道德的一個方法 或者你來研究一套的哲學思想 或者你來得到一些心靈的安慰 耶穌是告訴你說 我們心靈的飢渴 可以在我這裡得到滿足 那耶穌不是指供應我們 現在暫時的需要 而是讓我們一生一世 當我們認識她以後 我們有活水的漿河 活水的漿河就是這個水 不斷地湧流的 不是只是我們杯子裡面 倒了一點水 然後暫時得到解決問題 而是活水的漿河 你看昨天晚上我參加一組 在討論的時候也是一樣 就是我們有許多的倫理規範 或者我們有許多所謂魔幻 或者一些人造的一些魔幻 擺在我們的面前 我們可以說我們要學習他的精神 學習某一個人 但是這一個人會過去的 學習了這個人 那麼等到這個運動過去了以後 我還是依然顧我 就是我們可以某一個階段 甚至有十年二十年的時間 被一種熱情所激昂 但是這個熱情會過去了 因為你永遠不會在革命時期 不會永遠是在一個興奮的時期 你要過正常的生活了 你等到有了制度 有了條約 有了規定以後 你要過這些生活了 要過正常的生活 那因此當革命的激情過去以後 剩下來的是什麼呢 剩下來的還是要面對你的內心 也就是到底我們內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我們是一個有愛的人嗎 我們是一個有憐憫的人嗎 是一個有勇氣的人嗎 我們真的是愛人如己嗎 那如果沒有上帝給我們活水的江河 那個生命永流在我們的裡面的話 我們的愛可以在某一個階段的時候 當四川發生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幾乎全國的人都很有愛心 我們那時候願意堅信 我們願意去做義工 我們願意盡自己所能夠有的 有的人去那裡當老師 但是一個月以後呢 兩個月以後呢 漸漸災區重建了以後呢 那但是很多的孩子 特別是父母親死去的 兄弟姐妹死去的孩子 他們心靈裡面的需要 那需要有人長期在那裡 投身長期去獻上 耶穌說我是 勞苦丹重丹的可以到我這裡來 人若可樂可以到我這裡來喝 不是只是讓我們暫時的得到一些安慰 那種長期的持續的持久的這樣的愛心 是需要從耶穌基督那裡得到生命的泉源 我們所信的不是只是一套勸人為善的道理 而是一個能夠從愛裡面活出來的生命 那昨天參加一組 有一組的有一位說講到說 我能夠怎麼樣愛別人的 我的愛是很有限的 當我長期要去愛一個人的時候 或者是長期有人有求於我的時候 我怎麼可能長期這樣去幫助他們 活水的江河不是說我 你要什麼我就給你什麼 你要我有求必應 我們不可能有任何一個人 我們的愛心有那樣大的能力 可以有求必應 那別人對你現在有奶粉的要求 要求你帶奶粉回去 我記得2004年非典的時候 有一次我到國內去 有人計算叫我帶鹽回去 帶鹽 因為鹽裡面有典就可以自非典 好 我意思就是說 那我能夠帶多少鹽回去呢 帶帶外衣外衣潮濕掉了怎麼辦呢 好 那我們能夠 我們的愛心真的是很有限的 我們的愛心 我們能力有限 但是最重要的是那個愛的心 不是在於你行的 或者不在於你做什麼 而是你有這個愛的心 這個愛的心是細水長流的 是可以按時按照你的能力 盡你所能的去幫助他們 那我們有的能力很大 我們的能量很大 我們有的能量很小 我們能夠做的也是很有限 剛剛昨天晚上講的那撒瑪利亞人 他時間有限 他的錢也有限 他的能力也很有限 但是他只是盡他所能的 付出他的愛 耶穌給我們活水的江河 我們有的人水非常的澎湃 但是我們有的人可能水流 是很細水長流的 是很小的 但是我們盡我們所能的去做 所以耶穌呢 對他的門徒說 你們可以到我這裡來 人肉渴了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要賜給你們活水的江河 那他剛剛做完這樣的宣告以後 隔天他到聖殿裡面去做教導 那時候優太人聚集 他在聖殿裡面做教導的時候 就有人把一個行淫的婦人 就是一個優太人認為 這是最不可赦的一個罪人 帶到耶穌的面前 這一個人他是現行犯 就是現行反革命 他是當場被抓住的 因此按理說審判他 他應該在城門口 因為優太人 他們審判的地方是在城門口 他們的法院是在城門口 他們的市政廳也是在城門口 城門口做的一些長老 就是這個城裡面的一些德高望重的人 他們等於被選出來來做裁決的人 因此他們如果真的要審判這個婦人 應該把他抓到城門口去 結果卻抓到聖殿裡面 聖殿不是審判的地方 聖殿是敬拜的地方 是獻祭的地方 他們是要故意為難耶穌 看到耶穌正在那裡講道 就把他抓到耶穌面前 讓耶穌來為難 來處理這件事情 因為他們的目的是要試探耶穌 看耶穌怎麼處理這件事情 為什麼是試探呢 因為按照羅馬律法的話 邮太人不可以動施行 意思就是說羅馬 邮太人是被羅馬帝國統治了 只有利用羅馬帝國才可以有資格來定死 定誰是死刑的 但是按照摩西的律法 卻說如果行奸淫 就要把他們用石頭打死 其實要處死 各位注意到 這裡為什麼試探耶穌呢 姦夫淫婦嘛 對不對 那為什麼只抓淫婦不抓姦夫呢 因為他可能那個姦夫可能有背景 或者可能力量比較大 他們軟柿子好捏 就去捏那個軟一點的柿子把它捏過來 所以他是只抓這個婦人來 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因為摩西律法是救護淫婦都要抓過來的 結果只抓這個淫婦 好 而且呢 當時是什麼人來抓他呢 這裡講到說是文士跟法利賽人 文士就是他們抄寫就約聖經的經檢 是解釋就約摩西律法的人 法利賽人是當時的一種一群人 他們這一群人不是官 他們這一群人也沒有什麼正式的地位 但是他們是一群被稱為 宗教人士就是他們特別嚴謹的保守的 來執行摩西的律法 也可以說是他們猶太人當中被稱之為 有點像我們中國的儒家 或者是一些君子這樣的人 也就是他們在社會上是受人尊重的 因為他們是特別嚴謹的 非常傳統的遵守摩西的律法 那這些人就把這個人帶來 他們是宗教道德人士 還有男女老少自以為是正義的人士 哇看到這個淫婦就把他抓來了 大家要定罪他要審判他 好我們看到這是當時的背景 就是約翰福音第八章就記載了 發生這樣的一個事件 我們來看耶穌怎麼面對一個當時被抓到的一個罪人 耶穌怎麼來處理這件事情呢 通常我們一般人 如果看到一件很明顯的犯罪的事情 或者是一個已經很明顯的知道是一個罪人的人 我們通常會怎麼做呢 嚴打碰折 就是我們嚴打他 碰折他 火珠彼伐 我們自以為是正義人士 我們要聖章公義 我們通常是這樣 或者我很自以為意的 當我在指責別人的罪的時候 就表示說你看我不像他一樣 我跟他不一樣 我是自以為我是很公義的人 耶穌也講過另外一個比喻 就是浪子回頭的比喻 那個哥哥呢自以為是很公義的 但是你看我不出去浪費千摘 我不像我這個弟弟去把爸爸的千摘拜光了 你看我每天在家裡 好好的做我剛才做的工作 為什麼父親不殺牛犊給我吃呢 為什麼我弟弟浪子回頭了 我居然就殺了牛犊給他呢 他心裡面很不平 因為他覺得他比他更公義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林布蘭畫的那一幅浪子回頭的那一幅畫 浪子回頭那一幅畫裡面呢 一個浪子然後跪在父親的面前 旁邊站了幾個人 其中有一個人特別高大 就是那個不合比例的高大 比姚明還高大 那麼這一個 這一個旁邊那一個人呢 是穿著紫色的衣服 跟他的爸爸的衣服是一樣的 然後呢他臉上毫無表情 也就是他的兒子 這弟弟跪在夫妻的面前說 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 在上下父親懺悔的時候 這個做哥哥的站在旁邊 面無表情 麻木不仁 因為他覺得我是很公義的 我是很正直的 我是非常良善的 我是家裡面的嬌子 可以值得驕傲的人 我這弟弟是敗家子 他自以為比他弟弟更好 通常我們看到一個罪人 我們就跟他劃清界限 文化大革命的時候 那時候常常夫妻之間要劃清界限 因為這個丈夫或者妻子是反革命 我就要跟他劃清界限 甚至兒子對父親也要劃清界限 那這是一段特別的時期 但是很多時候我們在對罪人 或者是對別人所親事的 或者被別人指責的人 我們也要跟他劃清界限 表示說我跟他不一樣 我不認識他 他不是我的朋友 以前是現在不是了 我們就是劃清界限 或者我們很多時候少管閒事 反正他犯罪或者是他的事 就是他家的事跟我無關 我們就不管少管閒事 不管閒事 或者粉飾太平就裝作沒有看見 裝作這件事情沒有發生一樣 反正我不管他 因為這件事情跟我無關 我就不管他 這叫粉飾太平 你說沒事沒事沒事 好這是家仇不可外揚 或者家仇可以是自己家裡的人 也可以是自己同學 或者是我的同事或者我的親人 甚至同樣是全中國的人都是家仇 都是一樣的 這些都不跟別人講 反正我們不要把這件事情捅出去 我們要粉飾太平 好最後我想我們今天最多的人 就是看到最後的罪人的事情 我們會說這是他個人的隱私 英文叫Privacy 這是他的Privacy 這是他的個人的事情 因此我不要去管他 這是他自己過他自己的生活 我過我的生活 這是他的個人隱私 我們不要去干涉個人的隱私 只要他不觸犯我的話 那這是他的自由 我不去管他 那這是可以說今天最常見的 對罪跟罪人的態度 就是只要他跟我無關 只要這件事情沒有影響到我 或者是他沒有侵犯到我 或者他沒有直接的對我有什麼使害的話 那我就不去管他 因為這是他個人的隱私 他的道德如何 他的男女關係如何 他金錢的使用如何 這些都跟我無關 這是他個人的隱私 他個人的自由 我有我的生活 他有他的生活 他的生活我沒有資格去定罪他 這是我們一般的人 大概就是這樣的想法 這是屬於個人的隱私權 好 那我們一般的人對待罪是如此 那麼耶穌怎麼來對待這個罪和罪人呢 在剛剛我們所讀的約翰福音第八章裡面 這裡想到耶穌怎麼對待這個罪人呢 這裡寫說耶穌在地上畫字 耶穌在地上畫字 用指頭 那地上可能有殺成 所以他就在地上畫字 畫完以後對他們說你們沒有罪的 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耶穌沒有說可不可以打他 耶穌也沒有說你可以打或者不可以打 法利塞人是希望耶穌說你們要打死他 因為摩西律法是這樣說 如果摩西說打死他的話 那就觸犯了當時羅馬人的律法 如果他說不要打他 那你就觸犯了摩西的律法 同樣是政府的律法 一個是宗教的律法 這兩個之間 反正你選擇哪一個都不對 耶穌卻沒有直接的回答 而是在地上畫字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 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誰是沒有罪的 耶穌提醒我們每一個自以為正義的人士 自以為是道德人士的 問我們說你有資格定他的罪嗎 如果你覺得有資格可以審判他 可以定他的罪 你覺得你是完全無罪 他是明顯有罪的 你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哪一個人自認為是罪公義的 你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耶穌為什麼這樣問 他要讓每一個 當我們在批判別人的時候 先想想看自己 你比他更好嗎 比他更公義嗎 比他更聖結嗎 你更無私嗎 你有資格可以審判他嗎 甚至你有資格可以處罰他嗎 耶穌在這裡問我們說 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耶穌在地上畫字 到底是畫什麼字呢 到底畫的字是畫什麼呢 那因為聖經沒有直接的記載 所以從古到今 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解釋 那最多最可能的解釋 是耶穌在地上畫石劍 因為耶穌不可能寫很長的文章 在地上畫 那畫的話他到底畫什麼呢 很多的聖經學者認為他是在寫石劍 因為十劍只有十條 短短的 這個婦人被捉拿來到耶穌的面前 一般人控訴她的是十劍裡面的第幾劍呢 有沒有哪位可以告訴我 是十劍裡面的第幾劍 第一劍是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雕刻偶像 不可望生也有法的名 當首安息日 不可殺人 不可偷盜 不可奸淫 第七劍 也就是第七劍裡面 當耶穌可能寫這些 寫到第七劍的時候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盜 當耶穌寫這些的時候 這個婦人犯的是很明顯的 十劍當中的不可奸淫這一劍 但是我們拿著不可奸淫這一劍 來定這個婦人的罪 確實他也是有罪 但是前面的 除我以外不可有別的神 不可敬拜偶像 不可望生也有法的名 你們每一個人都做到了嗎 你們這些要拿獅頭打他的人 他換了第七劍 你換的是第一劍 你換的是第二劍 你換的是第三劍 你誰有資格說 我不忘成耶穌法的名呢 或者是 尊耶穌法為聖呢 我真的是敬畏耶穌法嗎 我們有誰敢說 我是最敬畏耶穌法的人 所以我有資格 打他第七劍 誰敢在神的面前這樣說呢 當守安息日 安息日我完全遵守的嗎 好 這一些就是不可殺人 不可奸淫不可偷盗 這一些你做到了嗎 他很明顯的 因為奸淫這是比較明顯的 看得見的 可以有物證人證的 但是你忘成耶穌法的名 或者是不遵耶穌法為聖 或者是除耶穌法以外有別的神 心中有別的神 這些是不一定看得見的 別人看不見的 可能你自己都沒有察覺的 但是當你好好去還行的時候 我真的比這個換第七劍的人 或者第八劍 第十劍的人更好嗎 其實你跟豬八劍差不多 他換的是第七劍 你可能換的是第八劍 那麼意思就是說 我們誰有資格可以定別人的罪呢 我們真的比這第七劍的人更好嗎 我們換了第一劍 第二劍第三劍 說不定我們全部都換全 只有第七劍沒有換 那不是為什麼你沒有換 為什麼我們沒有換這個罪 我們為什麼沒有 我們跟他有不同嗎 其實是有賊一心沒有賊一膽 意思就是說 可能你想換 可是你沒有機會 也沒有人要跟你換 好因此你就沒有機會了 或者你換了沒有曝光而已 就是你做了 但是沒有人看見 這個人是不幸的被別人看見了 可能他不小心被別人看見了 我們是很小心沒有被別人看見 其實你真的比他更好嗎 我們是罪行沒有顯明出來 但是其實罪行存在我們的裡面 那耶穌在講登山保訓的時候 他就講說 旧約的時候是你明顯換了這十個戒 這十條戒命你就是罪人 但是新約的時候 耶穌說你若是天國的子民 那天國的子民不是只看你的罪行 而是看你的罪心 你如果有罪心 就跟你已經犯了罪行 是一樣的 那麼因為神是靈 旧約的時候神是審判者 新約的時候 耶穌給我們的啟示是上帝是靈 所以他看的是你的內在的心靈跟誠實 而不是你外在的 是不是遵守了這些條約 第四戒裡面講說要守安息日 到了新約的時候 耶穌說你如果在安息日 你去會堂裡面敬拜 你也獻祭 你也做很長的禱告 甚至他說有一些法利塞人 喜歡跑到十字路口去禱告 那因為優太人都是信上帝的 所以如果一個人到十字路口去禱告的話 大家看見他在路口禱告 會不會說這個人有神經病 不會吧 你今天他到法利克湖的街道上去 人家很說這個人到底有沒有問題 我怎麼好在這裡在幹什麼 是要跳河嗎 為什麼在河邊這樣這樣 好 但是優太人的話 如果你在十字路口禱告的話 人家會說 這個人好虔誠 這個人是愛上帝的人 這個人是敬畏耶和華的人 這個人是偉大的人 他說你如果是跑到十字路口去禱告 你心裡面根本沒有敬拜上帝的心 只是要表演給別人看的話 然後上帝不悅那你的禱告 上帝不會接受你的禱告 上帝也不會認為你是一個虔誠的人 因為上帝是個靈 你要用心靈更誠實來敬拜祂 那這是新約的時候 耶穌基督已經給我們一個新的誡命 給我們一個新的原則 就是不是只看你的罪行 而是看你有沒有罪心 這個婦人 這個行刑的婦人很明顯的有罪行 但是這些說要打死他的人 有沒有同樣的罪心呢 有沒有第七戒 這樣的戒心呢 有沒有憤怒 就是說不可殺人 不可偷盗 不可奸淫 偷盗的心 或者是想要殺人的心 有沒有呢 你當然沒有機會表現出來 可能你也殺不了人 怕被人家殺掉 所以不敢殺人 那我們是有心 卻沒有那個膽量 沒有那個機會 但是你跟這個已經患這個罪的人 其實是一樣的 在耶穌講到登山寶訓的時候 已經講到說你的罪心跟罪行是同等的 因為在上帝的面前 你做出來的跟沒有做出來的 他同樣都見察 同樣都看見 同樣都知道 所以耶穌在這裡讓他們認識到說 我們到底是誰呢 當我們要定別人的罪的時候 你要先問自己說 我是誰呢 我比他更好嗎 我有資格嗎 你為什麼看見你弟兄的眼中有一根小小的刺 沒有看見自己眼中有樑木呢 各位記得這也是在 馬來福音第七章耶穌講登山寶訓的時候講的 眼中有樑木 哇樑木這個樑很粗的 非常大的 自己卻看不見 看到別人有一根小小的刺 哇你去明察秋毫 好 這是罪人 我們這些罪人就是 我們習慣看見別人的罪 卻沒有認識他更嚴重 比他更厲害 因為他明顯地做出來 我們沒有明顯地做出來 或者沒有被人發現而已 那這是耶穌首先提醒我們這些人 提醒我們這些自以為公義的人 我們自以為偉大的人 我們要提醒自己 我們眼中其實有樑木 是我們沒有對付的 當我們有這樣的心的時候 我們才有資格來面對罪的問題 面對別人的罪 我們前面講到 我們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態度會表現出來 但是耶穌要我們不是先去做什麼 而是先問說我是誰 我是誰 他是一個罪人 他做了明顯的犯罪的事 他是誰 他是做什麼 這個我們都很清楚看見 但是我們很少看見自己 那耶穌女士那邊說 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壞到極處 誰能試透呢 就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我其實我不知道我自己的心是什麼 我們很多時候我們在犯罪 我們自己不知道 看見別人犯罪 我們得意洋洋的 或者是抑證之厭的 在批評別人 我記得有一次我參加一個下令會 就像我們這樣的一個營會一樣 那麼下令會裡面有四個人同住一間 或者八個人住一間 那營會裡面講說七點鐘要起來個人臨修 我們這次也有 七點鐘要起來個人臨修 那麼很多人常常晚上講話講得太晚了 早上就起不來 所以七點鐘本來應該是個人臨修的 結果七點鐘他還在睡覺 那有一位弟兄他就做見證 他講說我們營會既然規定要七點鐘 所以我就立志說我七點鐘我一定要起來臨修 那當我七點鐘起來的時候 看到跟我同房間這些弟兄都還在呼呼大睡 他說當時我心裡面就不理無自主的產生一種優越感 他說 他說你看眾人皆睡我獨醒 這些人都還在睡覺 只有我一個人醒過來 你看我準時來臨修 這些貪睡的人啊 懶惰的人啊 像正言書所講的 那麼你們是不是不像我這麼屬靈 你看我準時起來臨修 他為他自己的臨修而驕傲 這叫驕傲 雖然這驕傲不明顯也沒有講出來 其他人也看不見他都在睡覺 但是他自己心裡面就有一股驕傲之心 他就在小組聚會的時候講出來 他說我要懺悔 因為我早起 然後我就親視別人 我就自以為自己很好 當他講了以後呢 他說隔天他們寢室有一個人就六點半起來 那當他六點半起來的時候呢 看到那個人家六點五十五分才起來 他自己六點半都起來 你看我比別人早半個小時來臨修 你看我比他們屬靈 這個一種驕傲之心 一種優越感又產生了 那第一個人有愉悅感 第二個人呢 就比他更有愉悅感 好就比賽 然後第三個人呢 就說好我明天要比他們更早 我六點鐘就起來 好我六點起來 你看我臨修一個小時耶 這些人六點五十分才起來 然後呢 還都用了五分鐘 七點零五分才開始臨修 我六點半就已經開始臨修了 你看我比他們多個一小時的時間讀經跟禱告 那這些懶惰的人 我只好求上帝原諒他們吧 你想想看 我們臨修的目的是什麼 我們臨修我們讀經禱告的目的是什麼 為了要讀神的話 為了要更親近神 為了要更像耶穌基督 結果我可以把臨修當成我的功德 然後變成我的驕傲 好這個驕傲的人跟那個行淫的人 有差別嗎 在神面前是一樣的 你為你自己找一個鐘頭臨修的驕傲 跟那個行淫的婦人去犯明顯的罪 驕傲好像不明顯 其實犯行淫的罪很明顯 其實同樣都是罪 都是驕傲的罪 都是同樣在神面前是罪 也就是我們可以在任何的事情上 都有可能犯罪 甚至在所謂屬淫的事情上 也可以成為我們犯罪的機會 當我們這幾天 我看有好幾位弟兄姊妹上來領唱詩 那有的人唱詩 有所思 聲音很好聽 有的人上來的時候 可能有點膽怯的樣子 有點緊張的樣子 好 那如果今天晚上輪到我來領唱詩 我就來比較 我來跟他們比較 你看前面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第四個 他們有什麼優點 有什麼缺點 我要避免掉他們的缺點 我要發揮我的優點 哇 我今天領唱詩要讓眾人唱得如罪如實 好 領唱詩目的是要 詩歌敬拜神 讚美神 我可以藉著這一個服飾 成為我驕傲的機會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 也就是說我們 不是說做這些明顯的 做間換科的事情 然後我們就換了罪 我們可以在服飾中驕傲 可以在靈修中驕傲 我可以 甚至 我可以說 你看別人很驕傲 只有我不驕傲 我比他更謙卑 我用我的謙卑來驕傲 各位 你很討厭那些驕傲的人 因此我說我不要像他那麼驕傲 我是一個不驕傲的人 我比他更不驕傲 那麼就是你用你的所謂謙卑 來作為你的驕傲 我們人心比萬物更詭詐 壞到極處 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學有資格去定別人的罪 我們看到一個驕傲的人 我們是說這個人很自大 自大的又多了一點點 所以又是很臭 叫自大 中文不是這樣嗎 我們這個人考錯 但是你的驕傲 你為他的驕傲 你來感到驕傲 你不像他那麼驕傲 你其實比他更驕傲 對不對 在神的面前其實都是同等的 也就是我們 我們誰是自以為沒有罪的呢 我們誰有資格去定別人的罪呢 這是我們需要防醒的 如果沒有被光照 就是如果沒有聖靈的光照 耶穌說 我是世界的光 就是這意思 如果沒有世界的光來光照我們的時候 我覺得自己都很好看 我覺得自己非常的美 我覺得自己非常的完美 像我們剛剛如果燈打開的時候 我們個人可以看別人看得很清楚 如果等一下有一個弟兄來幫我們把燈關掉以後 我們每個人看自己都很漂亮 我們都很漂亮 頭髮全部是黑的 我們的臉一點皺紋都沒有 因為光線不清楚嘛 等到見光就死掉了 因為光很強的時候 哇原來滿頭白髮啦 像我自己 哇臉上都有皺紋啊 哇有很多很多的黑斑在我身上 我們沒有不在光中的時候 我們覺得自己都很好都很完美的 朦朧之美 就叫朦朦朧朧的美 但是等到見光了以後 我們真的見光了 我們會看到我們內心真正的情形 那現在光不是只是燈光 還有什麼X光喔 還有Ultra Sun這些 那就是內心內臟裡面的問題 統統都可以發現出來 那這是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 就是如果沒有光 沒有一個大光的啟示的話 我們就是用人跟人的標準來比較啦 儒家說要做君子不要做小人 那麼誰是君子誰是小人呢 這是被自稱為君子 或者人家認為是君子的人 這君子的內心真實是如何呢 他表現出來像君子千千有禮 好像公檢下士 東漢中國東漢的時候有一個叫王莽 他要篡位在篡位之前呢 他是在所有的人都認為 他是一個最千功的一個人 他是一個很有禮貌的 他是一個很溫和的 他是一個很有學問的 他是一個君子 其實他是包藏獲心 只是用千功的外表 為了要讓自己可以有機會可以篡位 紀錄約聖經裡面的亞莎龍 大衛的兒子叫亞莎龍 在他叛變自己父親之前 也是彬彬有禮的 也是關心民間疾苦的 但是他都是用這些手段 為了要篡位 為了要收滿人心 使自己可以得到自己的利益 那其實我們只是用外在的這些表現 可以代替我們內在的實質嗎 耶穌說你們當中誰是沒有罪的 可以先用石頭打他 他要我們提醒認識我們自己 好 那麼面對這一個罪 到底耶穌怎麼來處理呢 耶穌怎麼來處理這樣的罪呢 耶穌對這夫人說 我不定你的罪 我也不定你的罪 為什麼耶穌不定這個人的罪 因為耶穌有慈愛 有憐憫 有饒恕 因為耶穌知道這一個婦人 很多時候身不由己 他知道我們在罪的環境中 在罪的試探中 我們很多人是難以抗拒的 他憐憫他 他有慈愛的心 他願意饒恕這一個罪人 耶穌對罪人他願意饒恕 因為他知道我們生活在黑暗中 你就被黑暗所影響 柏洋 柏洋有一個作者叫做柏洋 他說中國人在五千年的 降肝文化裡面 所以滿身都是降位 好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 長期在鮑魚之事 我們如果長期的在魚市場裡面 我們就聞不到魚臭的味道了 我們覺得這是正常的 這是自然的 那我們很多人也是一樣 我們在一個犯罪的環境當中 我們很自然的 就被這些犯罪的環境所影響 我們在一個都是紅色的環境裡面 就認為紅色是正常的 在黑色的環境裡面 就認為黑色是自然的顏色 就是我們很容易受到 作為環境的影響 所以耶穌他充滿了慈愛 憐憫跟饒恕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所做的 我們是不知道 很多時候我們無法自拔 耶穌體貼同情 這些犯罪的人 耶穌知道說你需要的是恩典 需要的是饒恕 所以耶穌對這夫人說 我也不定你的罪 不定你的罪 我不把你當作是一個罪人 雖然你所做的 從社會上 從信仰的角度來說 都是一個罪 但是耶穌說我饒恕你 不定你的罪 意思就是 別人沒有資格定你的罪 其他的罪人沒有資格定罪人的罪 那我是一個神 我是神的兒子 我是可以有定你的罪 我有資格來定你的罪 但是我卻不定你的罪 因為神有慈悲憐憫的心 希望我們回轉 這是每一個在犯罪中的人 我們有這樣的安慰 神不是按我們的罪 來立刻懲罰我們 如果神真的按照我們的罪 來懲罰我們 我們可能已經死無葬身之地 就是我們已經根本沒有辦法立足了 或者我們可能死了 再活過來再死 再死 活過來再死 就是要清 就是罪該萬死 死一萬次 但是上帝如果一次一次 都立刻對付我們的話 我們已經死了好幾次了 那麼意思就是說 神因為有饒恕 有恩典 有憐憫 所以祂不算我們的罪 祂不把我們當作罪人 祂差遣而止耶穌基督 在我們還做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 神的愛在此向我們顯明 這是愛 這叫做恩典 什麼叫做恩典呢 恩典就是本來我不配得的 本來我得不到的 本來我沒有資格去享受的 但是祂居然給我的 這叫做恩典 為什麼我們說信耶穌得到福音 這是一個恩典 為什麼講說救恩 救死的恩典 也就是本來我沒有資格可以被拯救的 或者是我本來是罪有因得 我是應該被處死的 但是祂居然赦免了我 因此這是恩典 這是我不配得的 不是因為我表現得特別好 因為我補償了祂 而是因為祂不認為祂赦免我的罪 祂讓我得到這樣的恩典 這是一個無緣無故的愛 就像我們剛剛所唱的詩歌一樣 這是一個無緣無故的恩典 我們既然能夠得到這樣的恩典 耶穌講過一個比喻 叫浪子回頭的比喻 各位都知道 路加分15章 那這個浪子呢 他跟父親說 你分家產給我 父親還沒有去世 他就要求分家產 那這是大逆不道的一個不孝子 他拿了家產以後就出去 然後呢就去花天酒地 他浪費了資產 把所有的家產貸光了 後來他就去餵豬 優太人是不吃豬肉的 中東的人是不吃豬肉的 他居然去餵豬 就想想看 他已經是窮途末路了 因此他去餵豬 他連豬的食物都吃不到 就是非常的可憐 在那時候他才醒悟過來 各位記得嗎 我們當中很多人應該讀過 就是浪子回頭的比喻 那他浪子回頭比喻 這個浪子回頭 當他回頭的時候 他說我要回家去 他心裡講說 我見到我父親要怎麼說 各位知道嗎 各位記得嗎 他說我得罪了天 也得罪了你 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把我當作什麼 故宮嘛 把我當作故宮嘛 意思就是說 他虧欠的物資 可能是一千萬的 一千萬兩銀子 他說那我就當 我就當故宮 我就從我的公司裡面 你每個月幫我扣 扣 扣 扣工資 把我扣到到我能夠償還你為止 這一個浪子 他的心目中就是 我得罪了父親 我就要用我的勞力 用我的功德 我來補償 我對父親的虧欠 這是人間的想法 就是有 有債我就要去還債 這是人的想法 但是他的父親有沒有讓他當故宮呢 沒有 他父親說給他戴上戒指 給他穿上袍子 戒指就是富裕家庭的 貴族家庭的話 就戴著戒指代表說 這是一個家庭的象徵 代表說我承認你是我的兒子 我不要你當作故宮 我赦免你過去對我的虧欠 浪子回頭的比喻 代表人本主義的精神 人本主義就是說 我用人的努力 用人的功德 用人的代價 用人的修養 我來補償我的虧欠 我知道我是一個罪人 我知道我不是一個聖人 我也不是君子 我要努力的去償還 我要行善 我要去修養 我要去做許多的好事 來補償我的虧欠 讓我過去的罪幾乎 能夠減去我努力工作 來補償 就好像一個犯了罪的人 然後呢他就要特別努力工作 來獲得假釋一樣 就是可以把他釋放出來 他就可以作為他被釋放的條件 那這是人的想法 這是人本主義的想法 就以人為本的話 那我就要努力做君子 我要做聖人 我以前是小人 現在要做聖人 那這是我們人的想法 我可以用我的代價 付上代價來補償 那甚至在有一些宗教信仰裡面呢 就是你如果要成聖 你要能夠得到 得到道理的話 那麼你就要苦待幾身 中世紀的時候 很多修道這些 要用繩子打自己 用繩子打自己的背 睡在木板 就是用硬的石頭 或者木板上面 冬天的時候 讓自己身體非常的受苦 那有一些是甚至要不吃不吃肉 或者是不吃東西 讓自己呢 可以禁食 用這個來作為讓身體受苦 以至於我自己可以患得聖節 也就是用禁欲的方式 或者是克服幾身的方式 讓自己可以補償 可以面對自己的罪孽 那各位都知道馬丁路德的故事 馬丁路德也曾經這樣做過 他在修道院裡面的時候 他知道說我是一個有罪的人 但是我怎麼補償 我自己呢 他也是睡在地上 就是在修道院裡面有木頭的床 本來就已經很硬了 那他還睡在地上 讓他自己在冬天的時候身體受苦 他到羅馬 到聖彼得教堂去的時候 聖彼得教堂有一個很高的台階 他用跪的一階 一個台階一個台階一個台階 這樣跪的上去 他希望靠這個可以彌補自己的罪孽 那各位可能到過西藏去 到過拉薩 我記得有一年我去西藏的路上 那我是坐火車 但是呢 靠近拉薩的時候 往去看到很多的人 五體投地 各位知道嗎 他們五體投地 就是手上綁著一個東西 膝蓋上綁著東西 那麼他要整個人鋪在地上 祷告 然後再起來 從 有的人甚至走兩個月的時間 走兩個月 從青海 從甘肅走到拉薩去 那他走 每走幾步 就要鋪一次 每走幾步 就要鋪到一次 那到拉薩的布達拉宮的下面 布達拉宮是很高的 在一個小山上 布達拉宮的下面呢 跪著不到幾百個人 幾千個人 有的人是穿著這個 那個 火轎的那種衣服 有的人是穿著西裝 穿著洋裝 那麼也是趴在地上 這樣祷告 也就是他 他要藉著用這樣的動作 五體投地這樣 來敬拜這個菩薩的 這樣的動作 來患得功德 來患得被赦罪的 這樣的條件 來患得 能夠被補償自己的罪內 或者是自己不完美的那種方式 你看各種宗教都有他們的方式 那法利塞人也是一樣 他們是要留著扶鬚 他們要穿著特別的服裝 他們頭上要戴著帽子 他們用這一些方式 來作為 罪得到赦免的補償的方式 這是宗教 這是人以人為本的努力 靠人的功德 耶穌說我不定你的罪 這個婦人明顯的有罪 為什麼耶穌不定他的罪呢 耶穌在姑息養姊嗎 耶穌是粉飾太平嗎 耶穌是 反正這是他個人的隐私 不要去理他 是這樣嗎 耶穌是知道說 你不可能補償你自己的罪 你從此以後 你如果說好 我就去行善啊 或者我去幫助窮人啊 我用這個來補償 我患過監癮這個罪的話 你在做的太多 都不足以來補償你所患的罪 因為世人都患了罪 虧缺了神的榮耀 你怎麼可能用忍自己的方法 來補償對上帝的虧欠呢 因此耶穌說 我不定你的罪的時候 這叫做恩典 這是完全的恩典 這個恩典 就是說本來你不配得了 本來你償還不起了 就像馬太福音十八章 耶穌不是講過一個比喻嗎 所以有一個人欠他的主人 一千萬兩銀子 你想想看 現在的一千萬兩銀子 已經很多了 在古時候一千萬兩銀子 更是不得了的天文的數字 他欠了一千萬兩銀子 他沒有辦法償還 那主人說 你這麼哀哭 你哀求 我就償還你吧 我就完全一筆勾銷了 我不要你償還了 因為你再努力 你一千萬也償還不起 所以我就赦免你了 我不讓你還罪了 結果他另外一個同伴欠他十兩銀子 他就要把對方抓到監獄裡面去 然後要對方一定要償還 才能夠放他出來 這是叫做沒有憐憫心 沒有勞恕之心 他說我設為你一千萬兩銀子 你不能設為別人的十兩銀子嗎 耶穌在這裡就是告訴我們說 我們能夠得救 我們能夠成為基督徒 我們能夠認識上帝 完全是恩典 完全是恩典 我知道我們這樣當中 我們有許多第一次來的 或者很多 我們還不是基督徒的目道友 那我們在做目道友的時期裡面 我們常常喜歡做宗教比較 我們喜歡做研究 我們喜歡分析 我們會討論說到底 基督教是一種心理寄託嗎 是一種心情的轉移嗎 基督教到底是一種社會文化現象嗎 基督教是在一種理論嗎 是有神論跟無神論的比較嗎 基督教的世界觀價值觀是什麼 當然我們在這邊用這個名詞的時候 我們都好像把基督教當作一個學問 當作一個宗教來研究 如果當作一個學問 當作宗教來研究的話 我們請問有哪一個人 你有足夠的精力 有足夠的智力 你能夠把佛教完全讀通 把基督教完全讀通 再把回教完全讀通 然後你在說這三個宗教裡面 我來比較 來選擇一個宗教 有誰有這樣的功力 有這樣的資格 有這樣的條件說 我把基督教完全精通 我想我們在座我們很多老師們 我們哪一個人我們敢說 我現在對基督教完全精通 當我在這邊講到的時候 我也不敢在各位的面前說 我是完全精通 我講的就是唯一的真理 我沒有一個人敢這樣說 那我們誰能夠有這樣的機會去比較說 國教思想是什麼 道教思想是什麼 儒家思想是什麼 基督教思想是什麼 然後我來比較 我來選擇 我選擇說 基督教最合理 基督教最合中國的社會人心 我們有誰能夠做這樣的比較呢 這兩天的時間裡面 我在很多小組討論的時候 很多弟兄姊妹都已經講出來 很好他們有很好的認識 我能夠成為基督徒 我能夠知道說我是一個罪人 我能夠被光照 曉得說我跟這個神隱的婦人 沒有太大的差別 我是五十步跟一百步在比較而已 我們有這個認識的時候 我知道說我是需要拯救的 我是需要恩典的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我不可能決定信主 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需要耶穌基督救恩 我能夠重生悔改 我能夠有這樣的認識 我能夠做這樣的決定 完全是恩典 完全是恩典 是上帝給我恩典 讓我的心居然就敞開了 讓我的靈就能夠與神相通的 讓我本來堅持無神論 唯物論堅持靠自我奮鬥 堅持人靠修養來成為聖人的 這一種的態度 我居然可以改變了 那這叫做恩典 恩典就是本來我不配得了 本來我也沒有這個能力 去比較以後來做選擇的 但上帝居然選擇了我 上帝居然看中我 上帝居然讓我的心 就可以這樣開放了 我終於能夠認識到 原來祂是我的上帝 我是祂的兒女 原來祂是我的救主 我是祂所拯救的 這叫做恩典 恩典就是說 本來我們這些罪人 是沒有資格得到赦美的 耶穌赦美的我們 我們經歷到體驗到說 我是一個被赦美的人 我是一個蒙恩的人 我是一個有福的人 那這叫做恩典 不是因為你做得多 你研究得夠透徹的 你配得成為基督徒 沒有一個人敢自稱說 我有資格 我現在上帝你可以來拯救我了 我現在願意加入你這個組織了 不是這個意思 而是上帝讓我從苦海無邊裡面 這個富人是在苦海無邊當中 他被救出來 他被叼出來 被叼出來以後來到耶穌的面前 耶穌說我赦美了你 我們很會游泳 我們很有力氣 我們比別人更聰明 我們比別人游得更遠 我們可能比別人游得更遠 但是我們仍然無法游到愛邊 我們跟所有的宗教人都一樣 我們知道苦海無邊回頭是岸 只是我游不到岸邊 我有知識 我有經驗 我有能力 我比別人游得更遠 但是仍然不足以游到岸邊 耶穌把我揪起來 耶穌把我拉起來 耶穌把我帶到他的身邊 這叫做恩典 這叫做恩典 恩典是我不配得 我做不到 但是他赦美了我 他讓我能夠認識他 我也盼望我們今天在座每一位 若是我們常常定別人的罪 自以為比別人更有意義的時候 讓我們認識到說 我跟那些男女老少一樣 我沒有資格定別人的罪 也讓我們像這個新營的婦人一樣 承認說我是一個罪人 我無法自拔 求你拯救我 若是我們歸根結底 問基督教跟其他宗教有什麼不同 基督教跟其他的哲學有什麼不同 一個是自救的 一個是拯救的 自救就是表示說我靠我自己的功德 靠我自己的努力 靠我自己的修行 我希望能夠達到成聖之路 拯救就是說我知道我無法自救 我需要耶穌來救我 我需要耶穌來赦免我 我需要耶穌給我這樣的恩典 讓我能夠成為他的兒女 讓我看見自己的罪 讓我認識到我自己 其實跟這個新營的婦人是沒有差別的 我們有這樣一個認識以後 被光光照了 在黑暗中的人自己找不到光 或者自己只是點蠟燭 希望能夠維持一些亮光 但是耶穌是世界的光 到太陽升起以後 他照進來 讓你看見說原來我是在這樣的處境中 原來我自己是這樣的面目可正 我需要救恩 我需要拯救 這是基督教的信仰最根本的不同 也就是我是一個需要拯救的人 我是一個需要恩典的人 我不是靠知識 而是靠啟示 是啟示 不是知識 是拯救 不是自救 是生命 不是一套生活方式而已 是生命 不是一個生活 是真理 不是倫理 我們再重複一下好不好 各位跟著我說 是真理 不是倫理 是生命 不是生活 是啟示 不是知識 是拯救 不是自救 也就是如果我們說所謂比較的話 最根絕底 基督教信仰最基本的 這些最基本的原則 就是我認識到說我是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人 我盼望我們今天在座如果還有夢到的朋友 特別很多人是第一次來聽到有關基督教的福音 或者是來聽到有關基督教的道理 我盼望你從這一次你成為一個有福的人 你能夠認識有一個正確的認識 有一個正確的方法 我們那天講到文學的 讀文學的方法跟做科學研究分析的方法不一樣 我們信仰的方法也是跟科學分析的方法不一樣 兩者有相同之處 但是根本的不同是在於我是一個需要被拯救的人 我認識到說我就像那個婦人一樣被死愛 被憐憫 被饒恕 那這是一種恩典 能夠被拯救是一種恩典 接下來耶穌說不要再犯罪了 被赦免的人不能說因為我有赦免我可以隨便再犯罪 不要再犯罪了 要做公益真理跟聖結 一個被赦罪的人他就不敢再輕易犯罪了 因為他知道犯罪並不好玩 犯罪不管被抓住或者沒有被抓住 沒有被抓住是提心吊膽 被抓住了那你就死無葬身之處 同樣的都是你犯罪的話 有時候還會得意 有時候可能會覺得自己很了不起 但是其實犯罪是最痛苦的 因為你失去了聖結 失去了平安 失去了在真理面前的自由 所以不定你的罪不要再犯罪 這是每一個基督徒共同的經歷 我們經歷到不定我們的罪以後 我們也經歷不再犯罪的那一種喜樂 請問雜誌曾經登過一篇文章 有一位在紐約 在美國紐約讀博士的一個學生寫了 他講到說他從前在國內的時候 他意氣風發 他說他最大的願望是向陳吉思汗 陳吉思汗是什麼樣的人呢 他說陳吉思汗全世界都是我的牧場 陳吉思汗不是講過這個好語嗎 他說全世界都是我放馬的地方 都是我的牧場 他說我一立志我要像陳吉思汗一樣 我要掌握全世界 而且他是讀科學 他說我的科學研究呢 我要讓全世界人都知道我的成就 他帶著這個風發的意氣 他到紐約去讀博士班 他在學校裡面他功課非常的好 老師非常的器重他 同學們也非常尊重他 他是一個中國留學生 但是他的成績呢 比其他的人都好 因此他覺得我真的可以征服全世界 像陳吉思汗一樣 其實陳吉思汗也沒有征服全世界 但是他就是有這樣的一個雄心壯志 他的學校在哥倫比亞大學 各位可能聽說過 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常春藤盟效的其中的一個 是在紐約的upstate up town 上街 上街的意思就是說 像紐約的話 第一街就是最南邊 然後呢 比如說九十六街 一百街 一百二十街 就是在更北邊 那 可倫比亞 University 是在北邊 因此呢 他住在China town China town 是在第七街 第六街左右 是在紐約的曼哈頓島的南邊 那為什麼他住在唐人街呢 因為唐人街比較便宜嘛 而且買東西什麼都方便 那他要到學校去上課 他就每天都要轉車 各位如果去過紐約就知道 要再轉車 那通常是在三十四街 或者四十二街轉車 因為有一些路線是可以直接到 有一些路線是要轉車 所以他就通常是在四十二街轉車 各位曉得四十二街是紐約什麼地方嗎 如果去過紐約一點就曉得 紐約的四十二街跟第五大道 這是紐約最繁華的地方 也就是紐約的那些所謂什麼高級的店 都是在第五街跟四十二街 紐約的歌劇院也都是在第五街跟四十二街交口的地方 而且紐約的時代廣場 各位聽說過嗎 時代廣場到了新年的時候 很多人就聚集在那邊 然後倒算說十九八七六四三二一零 然後新年就到了 就是那個地方叫Time Square 也可以說是紐約的地標一樣 這是一個很著名的地方 這是可以說是紐約最熱鬧的地區 或者是最高級的地區 但是他在紐約四十二街轉車的時候 他說他同時就出去外面逛一逛 因為這個地方是這麼著名的地方 所以他既然有機會來這邊 他就在市面出去 當他在逛這些什麼 Tiffany的珠寶店 各位知道鑽石的就是Tiffany Tiffany的珠寶店 又去歌劇院 又去這些大的商店 叫什麼 Trump Building大廈 這些都是全世界最輝煌的 最漂亮的地方 當他去看這些高級的文明的時候 他注意到說在四十二街附近 還有很多小巷子 類似小巷子 那小巷子裡面有一些錄像帶 有一些圖報 有一些書刊 有一些圖畫 是色情的東西 那些東西很便宜 然後呢 在那些地方 他不知不覺逛到那邊去的時候 就被吸引了 一方面看的是時代廣場 一方面看的是在小巷子裡面 那些色情的刊物 色情的錄像帶 色情的表演 他不知不覺就被那些吸引了 那他就 常常就去 開始的時候 他對自己說 我是要統治全世界的 我是要征服全世界的 我是高級科學家 我是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 我是讀博士班的人 我不可以被這些東西所吸引 我要有尊嚴 我要克制自己 我不可以這樣做 但是呢 當他去過一次 兩次以後 今天就成為習慣 那心裡面就開始增長 他那個文章裡面寫得很有意思 他說 他心裡一方面告訴自己 說我是誰 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去看那些東西 那每一次去看的時候 心裡就很犯罪感 說我怎麼會這樣呢 我怎麼可以這樣呢 我父母親對我有多大的期望 老師對我有多大的期望 我對自己有多大的期望 我怎麼可以去被這些東西所吸引呢 怎麼可以淪落到這裡 這個地步呢 在那種骯髒的陰暗的地方 然後去做一些見不得人的事情 我怎麼會做這種事呢 但是一方面又對自己說 他給自己理性化的理由 他說我是來讀最高深的科學知識嘛 那我要來了解習慣文化嘛 這也是習慣文化的一部分啊 那我應該大小同時嘛 對不對 所以呢 這是一個考察 這是考察 可以看自己說 我這是在考察 我是在探索 我在研究人性 給自己很多的禮物 但是呢 雖然是這樣講 理性上是這樣講 但是呢 他的感性 他的良知都告訴他說 這樣做不對 這樣做不好 而且他說漸漸他開始有一個很嚴重的後果呢 就是他會睡不著覺 就會胡思亂想 想入非非 他就會有這種情況 那遇到這種情形 他就知道說不行 我一定要停止 我不可以再這樣做 但是又沒有辦法克制自己 他說我怎麼辦法呢 我說我怎麼辦 我怎麼對付自己呢 我就伏地挺身 在做伏地挺身 讓自己累得半死 自己累得半死以後 就很快就睡著了 就不會胡思亂想 或者他說我冬天的時候 紐約的冬天跟這裡大概一樣 是非常冷的 然後冬天的時候 我就故意不用熱水洗澡 我用冷水沖自己 那讓自己克服幾深 希望自己可以克制自己的慾望 他說有時候呢 這個方法有效 一天有效 或者一個禮拜有效 他說最長只維持了一個月 維持了一個月 說我經過人的時候 我就不去 我就不去 我就毅然截然的 義無反顧的 就到學校去 不玩到這個地方去 但是他說最長研究一個月以後 又太不明了 又回到原來的地方去了 他發現說這個地方有一種吸引力 雖然明明理性上知道說 我不要去 我不要再看 我不應該到這種地方 我不應該跟那種人為物 但是他居然就跟那種人一樣 他就變成這樣的一個人 他內心 他說內心不斷地 就是要凌弱地交戰 然後不斷地凌弱在交戰 他那時候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自己心裡面就非常痛苦 他說我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所以到底我怎麼來解決這問題呢 另外一個很嚴重的問題 就是他以前跟女同學 是說跟其他的女性在一起的時候 他很自然的 當然他現在自從看了那些以後 他的眼睛開始不自然起來 結果他覺得 他一看到異性的時候 他就會想到那些圖畫裡面的東西 那因此他跟異性在一起的時候 跟女性在一起的時候 他就不敢看對方 常常眼睛就有意義的 不敢看對方 那不看對方很沒有禮貌 特別在西方國家 你跟人家講話 不看對方的眼睛 是沒有禮貌的事情 但是他沒有辦法 他說我如果看對方的眼睛 然後我就會開始又胡思亂想 所以他又不敢看 你看這是一個很痛苦的情形 描寫得很真實 我不知道我們在座 這些弟兄們有沒有同樣的經驗 描寫得真的是非常真實 他覺得他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頭腦 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眼睛 沒有辦法克制自己的手跟腳 他腳就不由自主就走過去 不由自主就走過去了 明明有這麼多 非凡的偉大的東西可以去 但是他就偏偏要到那些很低屎的地方去 就是他在沒有辦法勝過自己肉體的情域 真是苦啊 後來他到了查經班 他就是要加入了查經班 到了教會以後 他才聽到有關耶穌的這些教訓 當他聽到這些的時候 他才知道說原來我是像耶穌這裡所說的 我是世界的光 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著生命的光 他才體認到說我原來是在黑暗裡面走 因為我在黑暗裡面走 然後我給自己找了很多禮物以後 我就覺得在黑暗裡走是正常的啊 大家都這樣嘛對不對 天下所有的男人都一樣嘛 對不對 是這樣的 就成龍講過這句話嘛 他不是被人家發現的時候 他是說我是犯了天下所有男人都會犯的罪 其實天下很多男人沒有這樣做 但是他給自己找禮物 他說天下所有的男人都會這樣 因此他知道說我是在黑暗裡走 我是在黑暗裡走 他因為聖經的教導 因為認識耶穌以後 他才發現有光在光照他 他發現說我靠我自己克服幾身是沒有用的 我靠我自己的方法 我是不可能除去自己的罪了 當他聽到耶穌講這句話說 不要再犯罪了 不要再犯罪了 他才恍然大悟 他說我突然之間 不是突然不是一下子 但是他說他突然之間好像眼睛就打開了 他眼睛打開以後 他才看見自己說 原來我就是耶穌所講的 我跟這個行影的婦人是一樣的 當然沒有人發現 因為他自己一個人去 沒有人發現他 他的父母親也完全不知道 他的老師也完全不知道 但是他自己知道我是誰 他知道我做了什麼 他也知道說我應該如何去做 我卻做不到 但是當他認識自己以後 他知道說原來 耶穌給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可以有聖結 有真理 有公義 讓我不為自己找禮物 讓我知道我如何去做 而且我有能力去做 這是一個恩典 也就是我們被赦罪以後 我知道我有這樣的恩典 因為約翰一書一章九節 我們一起讀來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一切福益 這叫做恩典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你不認自己的罪 不承認自己有罪 不承認自己是在黑暗當中 認為我跟其他的人都一樣的話 而且拉很多人來替你墊背的話 那我們就永遠沒有辦法得到赦免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神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一切的福益 這就是恩典 這是上帝的應許 當我們像這個新穎的婦人一樣 也像那些男女老少 本來要打她的人 後來承認自己沒有資格的時候 我們才有機會來到上帝的面前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一切的福益 我們今天所需要的 不是在這裡 用各樣的理論 來說明我們人的行為 或者是社會的環境造成我們的問題 或者是人是社會的產物 一直這是社會的罪 不是我個人的罪 其實我們都知道 我需要恩典 我需要赦免 我需要得到釋放 在這一種社群的刊物跟環境中 得到釋放 這是一種釋放 你從你的憤怒 從你的驕傲裡面 得到釋放 也是另外一種釋放 有一次我到加拿大的多倫多 加拿大的多倫多 也是一個營會 營會最後一天晚上 就好像明天早上有見證會一樣 那在最後一個見證會的時候 有一位弟兄起來做見證 他說 他說我來參加營會的前一個禮拜 我在家裡面 對我的妻子大發脾氣 暴跳如雷 幾乎失控 就完全整個人都失去控制了 他說為什麼呢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他說平常我跟我妻子的關係非常好 我們兩個很恩愛的 但是我上個禮拜 就突然之間好像發瘋一樣 為什麼會這樣呢 他說上個禮拜 我妻子在炒菜 他要炒菜 炒菜就叫我幫他切菜 他就切菜 他就切菜 當然他不是廚師嘛 所以他切的很大塊 菜切的很大塊 中國人菜要切的很細 才是有刀工 那他的刀工很差 所以他切很大塊 他的妻子就無意中 就跟他說 你怎麼切那麼大塊呢 好像鄉下人一樣 鄉下人 鄉下人 這三個字 所以他就暴跳如雷 他說突然之間就失去了空子 他就暴跳如雷 然後鄉下人怎麼樣 鄉下人怎麼樣 他就爆發出來 然後等到他發瘋發瘋了一陣子以後 他平靜下來 他自己想說 我怎麼會這樣呢 我為什麼會這樣呢 我為什麼聽到鄉下人這三個字 我就會暴怒呢 因為他是鄉下人 我現在不記得他是在湖南還是在河南的一個鄉下 他是一個鄉下長大的 那各位曉得 鄉下的孩子到小學讀書 到現成的中學 到省城的高中讀書 人家一看你是鄉下人 一看就知道你是鄉下人 看你土地土氣的樣子 看你穿的那個鞋子 看你所穿的衣服 就知道你是鄉下人 那城裡這些比較有錢的人 看他們這是鄉下人 就很輕視 或者口頭上就會 這是鄉下人 這是農民 就是常常會說這樣的話 因此他從小內心裡面 從小內心裡面 就為是鄉下人而自卑 那從自卑就變成很 開始自大 自大就說 我鄉下人又怎麼樣 我鄉下人比你們成績更好 我這個鄉下人 你們都不如我考試考那麼好 他說從小學到中學到 到後來考上重點大學 他都是非常好的成績 而且他出國留學 在加拿大得博士的學位 得博士學位以後 他成為多倫多大學裡面的教授 各位想想看一個農村的鄉下人 成為多倫多大學的教授 按理說他應該 應該是很很成功了對不對 所謂成功了 他應該很很很自豪 引以為榮了 但是沒有想到他從小隱藏的這個憤怒 就是被看為鄉下人的這種憤怒呢 在他心裡面其實都沒有過去 所以當他無意中 他的太太無意中 講了這句話的時候 那這句話就觸犯了 好像踩到地雷一樣 他顯然在他心裡面埋藏一個地雷 埋藏一個按鈕 這個按鈕 無意中被踩到 被踩到 就會爆炸起來了 有一次我遇到一個中國的作家 很有名的一個作家 叫曾毅 他說我們這一代的人 他說我們經過文化大革命這一代的人 我們心裡面其實都有一個按鈕 我們這按鈕呢 如果被觸犯了 就會突然爆炸起來了 這個按鈕可能是沒有什麼理由的 比如說如果有人講到周總理 周恩來總理 如果有人批評了 稍微批評一下 他會爆炸起來 整個人就變了 臉就紅起來 脖子就粗了 然後就是生氣的不得了 那麼顯然就是說 周總理是他不能觸犯的那個按鈕 常常會有這種很奇特的一些情況 那麼顯然就是 因為我們有很多隱藏的東西 有很多隱藏在我們內心深處 沒有對付的 沒有被光照的一些憤怒或者情緒 在我們的裡面 那麼他說我上個禮拜這樣爆跳如雷以後呢 我心裡也很傲悔 當然我也跟我太太道歉 就說我不應該這麼失態 但是他說我來這一個禮拜 來參加這個營會以後 我才知道說 原來我有許多隱而未險的罪 也就是我對人的憤怒 這是一個隱而未險的罪在我的裡面 我沒有去解決 我想說反正我過去了 他是小時候的事情了 反正我已經出國了 我已經不在那個環境當中了 他想要粉飾太平 也就是說自己把他掩蓋下來 反正就不當他真的存在 但是他其實還在 還在 只是沒有機會被觸犯而已 因此他一旦被觸犯的時候 他就不由自主的發作起來 在這種情況底下 他說我在這個營會裡面 我最大的一個收穫就是 上帝光照我 光照我 讓我看見原來我內心裡面還有這個問題 我們以為說你當了大學教授 這個英雄不問出生 對不對?你這已經當英雄了 你何必要記得以前出生是如何呢? 但是他很在意別人 很難在意別人對他的褒便 他說我決心回去以後 就把我鄉下人的照片拿出來 就是我小時候 那土裡土氣的照片我要把它拿出來 我要擺在外面 我以前讀中學的時候 那個穿的衣服那個樣子 我就也是把它擺出來 我要以鄉下人為榮 以鄉下人為榮 這是耶穌基督的信仰 耶穌基督的饒恕 耶穌基督的光照 在他的生命中 在他的生活裡面產生影響 被光光照了以後 我就知道我是誰 我知道耶穌基督已經赦免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思想看看 我現在在我內心當中 還有哪一些隱而未顯的罪嗎? 我們有許多任意妄為的罪 是一看就知道的 別人也看到了 你自己也看到了 但是有很多隱藏的憤怒 隱藏的一些陰暗的心思意念 一些很見不得人的一些習性 是不是還在我們裡面呢? 當我們被光光照的時候 我們產經過看到 這是世界的光 這是我們改變生命的時刻 我還活在最終嗎? 跟從耶穌就不在黑暗裡走 要得著生命的光 生命的光 雖然像陽光一樣非常的強烈 但是它也是像一個和徐的光 像清晨的光 照亮著我們每一天的生活 神的話像腳前的燈 路上的光 腳前的燈就好像手電筒 手上燈籠一樣 你走一步它就照亮你這一步 路上的光像燈塔一樣 它讓你看到一個方向 它讓你知道說 從前我自以為意 我現在應該尊主為聖 從前我要自救 現在我靠著耶穌基督拯救 從前我自以為有能力 我現在靠神的恩典 我從前自以為是一個藝人 現在我知道我只是一個蒙恩的一個罪人 我時時刻刻謙卑來到上帝的面前 這是路上的光 我要走向這個光 同時腳前的燈照我們一步一步的路程 我今天所面對的可能是陷阱 可能是危險 可能是試探 可能是地雷 我照了目前腳前的光 以後我就小心避免我走在一條正確的路上 這是我們每一個人改變生命的時刻 當我們願意來面對耶穌基督的呼召說 我不是我不定你的罪 你不要再犯罪的時候 我們願意有這樣的生命 有這樣的生活嗎 我們可以不再犯罪嗎 我們可以在神的面前成為一個有饒恕 有恩典有慈愛的人嗎 我聽到一個弟兄跟我講他的經歷 他說他剛剛到來國外讀書的時候 他必須要買車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是沒有車 是不行的一定要買車 而且他要去打工 他也需要去工作 他也需要有車 所以他就買了一輛破車 那個破車很便宜 但是把他所有的積蓄全部用完了 因為他交了學費以後 他已經又買了那輛破車以後 他就沒有什麼錢了 買了車要考駕照 在他們那個地方考駕照 考駕照是很難的 因為他買車是跟朋友買的 所以他就先買了車 然後就開始要考駕照 他才能夠把車開出去 所以他就要去學 去考駕照 那麼其他的留學生 大部分都是要考三次才能夠考得上 因為那個叫很難考 但是他居然一次就考上 他第一次去就考上 所以他非常的得意 你看他比別人更聰明 他能夠一次就考上 那他考上的駕照 有了正式駕照 可以開車了以後 他就開始開那一輛車 沒有想到他第一次開車 第一次開車 他開車的時候 在停車場 不是兩邊都有停車嗎 他車倒退 這次車要倒退出來 然後再轉彎才能夠出去 倒退的時候 就把煞車當作油門 把油門當煞車 第一次 第一次 他一次就考過 有一點得意吧 所以居然就把煞車當油門 那煞車當油門 車子當然猛的就衝出去 衝出去就創了另外一邊的車了 就創了他的車尾 放了另外一邊的車頭 因此呢 就把對方的車創得很厲害 他的車也創得很厲害 怎麼辦呢 當然穿後面還是可以開了 所以他還是可以開那輛車 但是他當時是基督徒 他已經成為基督徒了 他當時心裡就覺得說 我應該要誠實 所以他就留一個紙條 留一個紙條 貼在對方的車窗上說 我穿著你的車 然後呢 我的號碼 我的電話號碼 你來找我 他就留這個紙條 在對方的車子 那個刷板上面 那果然那天晚上 就有一個人來找他了 也是同樣 因為都是留學生宿舍 也是研究生宿舍 所以都是同一個宿舍裡面的中國留學生 那這個中國留學生說 那你穿了我的車 那我們就去估價 說怎麼來修理 就去估價 第一家估價呢 是六百塊錢 六百元 六百元 這個價錢還合理 六百元 第二家呢 他說我們再估價後比三家 看看哪一家更合適 第二家估價要八百塊 要八百塊 好 那麼說再找第三家 再找第三家的時候呢 那個人自己去找 他就找了城裡面最豪華的一家修車廠 一千兩百塊 一千兩百塊 他已經是三窮水盡了 因為他交流學會又買了這個車椅 他已經沒有錢了 那現在要賠一千兩百塊 如果他當時投掉了 不是就不用賠了嗎 但是他不願意這樣做 他誠實 因此他就 他說那我們就修一千兩百塊 他沒有辦法 他只好要去借錢 要跟其他同學借錢 才能夠還他這一千兩百塊錢 他看到對方本來車被他穿的 那個車頭的燈都沒有了 現在一千兩百塊修 當然修得很漂亮 而且又騎油漆 又騎了新的油漆 好像新車一樣 那他自己開著破車 因為他沒有錢修 他當然開著這個破車 然後就開車去上課去打工 然後看到對方的那個新車 全新的車趴在那個地方 他心裡非常的難過 非常難過 他去借錢的時候 周圍的那些同學告訴他說 這個家伙 他說這個家伙 專門欺負新來的人 其他的留學生都被他欺負過 你現在倒霉 你碰到這個壞人 你只好認了吧 他心裡是 他當然認了 但是他心裡很不認 很不認 心裡非常的痛苦的 那個禮拜三晚上 那個禮拜三晚上到教會 教會有祷告會 在教會祷告會的時候 牧師說今天晚上我們的祷告 很特別 我們今天晚上祷告 不是為你的親人祷告 也不是為教會的弟兄祷告 你來為你所不喜歡的人祷告 他為你不喜歡的人祷告 你想想看 什麼人是你不喜歡的人 你來為他祷告 耶穌不是教導我們 所以要為仇敌祷告嗎 很多人想不起 想不出到底他不喜歡誰 他不用想 他想都不用想 他立刻知道我要為誰祷告 心裡面很振扎 他說我要為這種人祷告嗎 這種惡人祷告嗎 我要為這種我的仇敌祷告嗎 但是既然耶穌說 你要為仇敌祷告 我也要恨惡你的人祷告 他說好 那我就順服 我就照耶穌所講的話 我就為這個人祷告 他就真的去為這個人祷告 祷告了以後 他發現說這個人 隔幾天 他看到這個人的車 本來趴在那個地方都沒有動 因為新車一修好以後 老是停在一個位置 而且那個車漆成紅色的 很醒目的 所以一看就看到說 每一天都留在同一個位置 在修好以後 好像過一個禮拜的時間 那輛車一直都沒有動過 你如果開過的話 應該回來不會在同一個位置 因為又不是保留的位置 所以那個車停在那邊都沒有動 後來他去打聽才知道說 這個人本來是有工作的 本來在學校有什麼工作 後來就沒有了 工作沒有了 他心裡想說 哇 上帝真是公益喔 他本來六百塊可以修 他現在要我一千兩百塊 然後他餓了我六百塊 他就沒工作了 他心裡好痛快啊 覺得上帝實在是太公平了 但是等到他那一天 那個禮拜三晚上 為這個人禱告 那麼他為這個人禱告的時候 他也不知道這個人 是什麼樣的人嗎 他只知道說他大概沒有工作 所以車子老是趴在同一個位置 他就說 上帝你知道他找到工作嗎 沒有想到禮拜四喔 那輛車居然就拍走了 他就想說我的禱告真靈 是上帝聽我的禱告嗎 我的禱告很靈嗎 是這樣嗎 他說他不曉得 他不曉得 他只知道說 當我第一次為我不喜歡的人禱告 這是我靈命的一個提升 以前我都是為我父母親禱告 為我的孩子禱告 為我認識的人禱告 為教會的人禱告 我從來沒有為一個我不認識的人 或者為一個我不喜歡的人禱告 當他我開始 第一次為一個不喜歡的人禱告的時候 耶穌的話 就是他赦免了我們的罪 我們也赦免別人的罪 那赦免的全病是在耶穌基督 我們心裡面我願意學習勞恕 我願意讓我心裡面得到平安 他有這樣的一個體會的時候 他說我從此以後 我的禱告的境界不一樣 我禱告的境界就提升了一大層 一大步 當他學習為罪人禱告的時候 他才知道說在別人的眼中 他是罪人 我當然看他是罪人 在神的眼中我同樣是罪人 罪人為罪人禱告 最重要的是讓罪人 能夠成為屬上帝的人 你就化敵為友 化敵為友 你跟這個罪人去作對 那麼你最後兩敗俱傷 但是你讓他如果也成為上帝的兒女的話 是更好 這是他的心願 他希望有一天他能夠傳福音給這個人 或者帶他到教會 讓這個壞人也能夠成為神的兒女 那這是一個會光照的人 他的一個態度 我盼望今天我們在座每一位也是一樣 我們審查我們的內心 到底我還在罪中嗎 我們有一些顯而易見的罪 或者有什麼隱而未見的罪 這樣的裡面嗎 求主來赦免我們 求主光照我們 求主讓我們能夠作為一個無罪 一身親的人 能夠成為一個在真意裡面 得到釋放的自由的人 我們一起禱告 我們有一點點的時間 我們要安靜來默想 我們可以這樣禱告說 主啊 求你來光照我 讓我看在我裡面 有什麼惡行沒有 有什麼惡心沒有 有什麼惡心沒有 去讓我認識自己 讓我知道自己的罪 讓我認識到 我是一個需要拯救的人 求聖靈來光照你 我們有一兩分鐘安靜的時間 無論是摸到的朋友 無論是基督徒 我們都求聖靈來光照我們 我們有些人 我們有些人 我們到這裡有沒有哪一位 認識到我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 我需要耶穌基督的恩典 我需要耶穌基督的救贖 你願意今天早上在這個時刻 你願意讓耶穌基督來洗淨你的罪 除去你一切的不義 你願意被光照以後 承認我是一個罪人 我需要耶穌基督的恩典 有沒有哪一位 你可以在這個時候可以舉起手來 舉手決志是代表說 我立定之下 我現在我知道我被光照 我被啟示 我被感動 我願意接受耶穌做我的救主 讓祂來洗淨我的罪 有沒有哪一位 可以舉起你的手來 又是剛剛你在禱告的時候 聖靈來光照你 讓你知道我在黑暗裡走 我要得到生命的光 我沒有被別人看見 但是我知道我需要恩典 我需要赦免 你可以舉起你的手來 在神的面前立定你的行之說 我現在願意行在光明中 還有沒有哪一位 你可以舉起你的手來 感謝主有很多位弟兄姊妹 願意舉手在神的面前 舉手是代表我的一個心願 代表我的決心 代表我對上帝的呼召的回應 就好像我們在苦海中 我們舉起手來說 主啊 求你來救我 還有沒有哪一位 願意你舉起手來 在這個時刻 在神的面前表達你的心願 還有沒有哪一位 我們過去可能聽過很多的福音 我們查過聖經 有關基督教的道理 但是現在的 你需要的是拯救 而不是研究 我們需要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 脫離罪 使我們成為一個心造人 有沒有哪一位 願意在這個時候 做一次的抉擇 我們一起來禱告 親愛主耶穌 我們感謝你 因為你是世界的光 跟從你的就不在黑暗裡走 必要得到生命的光 你應許我們 你將活水的江河 禮物給我們 我們可以到你面前來 你使我們的安息 當我們在罪中的時候 我們心裡裡面 永遠沒有安息 但是當我們安息在你裡面的時候 我們就有平安 有這樣的喜樂 有勝過罪的能力 我們無法自拔 我們仍然 常常會受到試探跟引誘 但是當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知道你是有恩典 有慎愛 有怜悯的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這話是真實的 是我們都可以共同經歷的 求你讓我們當中 剛剛需受絕制的 每一位弟兄跟姐妹 主你讓我們立定信志 很久靠主 讓我們當中每一位基督徒 讓我們知道 我們是嘴唇不解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解的民眾 求你不斷的來接近我們 讓我們警醒走在光中 求你讓我們當中 你還在目到的朋友 主讓我們立定信志 來跟隨耶穌基督 我們知道 我們不可能靠自己來得救 我們只有唯獨依靠你的恩典 因為你的恩典 在我們當中 來激勵我們 感動我們 讓我們在剩下這兩天的時間當中 我們能夠被聖靈所光照 我們就看見 我們得到這光 而且行走在光中 也跟我們眾弟兄姊妹 一同往光明的方向來走 求你施恩 眷顧 你怜悯我們 保守我們 讓我們都經歷到 你的光照 經歷到你的同在 我們將感謝祷告 奉耶穌基督聖明 Amen